據《台灣自由時報》10日報導稱 中國畢產大亨 前政權控股總裁郭文貴 主張稱 范冰冰因厚稅漏稅而被調查 實際是接受范冰冰信賄賂的中國國家副主席王岐山為了封他口而採取的措施 郭文貴在接受腐敗調查的途中逃亡美國後 一直致力於揭露中國共產黨領導層的醜聞 據報導稱 郭文貴近日在接受美國對沖基金海曼資本創始人凱爾巴斯的採訪時稱 為了掩蓋王岐山接受性賄賂的醜聞 給范冰冰冠上了偷稅漏稅的罪名 王岐山威脅范冰冰不要提起過去的事 他還聲稱 范冰冰幫助我的一個朋友在一周的時間裡從中國銀行獲得了12億元 國家開放銀行獲得了30億元的貸款 從中收取了各20%的手續費 都是通過王岐山打通的關係 這才是他的工作 而非演員 他還稱 我手上有范冰冰和王岐山發生關係的視頻 去年6月 他也曾在YouTube直播時公布過這一視頻的存在 范冰冰方面當時反駁稱子虛烏有 並通過美國律師事務所起訴郭文貴誹謗 但是 郭文貴當天稱 范冰冰撤銷了關於誹謗的起訴 但是由於他曝光的醜聞中存在不實的情況 因此針對王岐山的此番言論也難斷真假 曾在中國富豪榜中排名第73位的郭文貴 2013年受王岐山主導的反腐調查千年逃亡海外之後 一直致力於揭露習近平政權領導班子的醜聞 中國政府目前已行賄、綁架、詐騙、洗錢、性侵等19項嫌疑 對他下達了國際刑警紅色通緝令 去年中國共產黨十九大前夕 郭文貴曾接連主張稱王岐山存在非法領裁的行為 中國富豪郭文貴昨天爆料中紀委書記王岐山曾和多名女星說過 他更點名其中一名女星是范丁丁 甚至強調王岐山和這些女星有性愛影片 更稱我有看過一部分 郭文貴透露 王岐山過去曾和一些房地產商往來 這些房地產商曾幫他找了很多女星作陪 其中不乏港台大咖女星 郭文貴爆料 王岐山當年錄製很多性愛影片 自己曾看過一部分的影片 大概有18片光碟這麼多 郭文貴說 范丁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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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177鄉民們關注 據台灣自由時報10日報道稱, 中國畢產大亨,前政權控股總裁郭文貴, 51歲,主張稱, 范冰冰因厚稅漏稅而被調查 實際是接受范冰冰性賄賂的中國國家副主席王岐山為了封他口而採取的措施 郭文貴在接受腐敗調查的途中逃亡美國後, 一直致力於揭露中國共產黨領導層的醜聞 據報導稱, 郭文貴近日在接受美國對沖基金海曼資本創始人凱爾巴斯的採訪時稱 為了掩蓋王岐山接受性賄賂的醜聞, 給范冰冰冠上了偷稅漏稅的罪名, 王岐山威脅范冰冰不要提起過去的事 他還聲稱, 范冰冰幫助我的一個朋友在一周的時間裡從中國銀行獲得了12億元 國家開放銀行獲得了30億元的貸款, 從中收取了各20%的手續費 都是通過王岐山打通的關係, 這才是他的工作,而非演員 他還稱, 我手上有范冰冰和王岐山發生關係的視頻 去年6月, 他也曾在YouTube直播時公布過這一視頻的存在 范冰冰方面當時反駁稱子虛烏有, 並通過美國律師事務所起訴郭文貴誹謗 但是, 郭文貴當天稱, 范冰冰撤銷了關於誹謗的起訴 但是由於他曝光的醜聞中存在不實的情況, 因此針對王岐山的此番言論也難斷真假 曾在中國富豪榜中排名第73位的郭文貴, 2013年受王岐山主導的反腐調查千年逃亡海外之後 一直致力於揭露習近平政權領導班子的醜聞 中國政府目前已行賄、 綁架、詐騙、洗錢、性侵等19項嫌疑, 對他下達了國際刑警紅色通緝令 去年中國共產黨十九大前夕, 郭文貴曾接連主張稱王岐山存在非法領財的行為 中國富豪郭文貴昨天爆料中紀委書記王岐山曾和多名女星睡火, 他更點名其中一名女星是范丁丁 甚至強調王岐山和這些女星有性愛影片, 更稱我有看過一部分 郭文貴透露, 王岐山過去曾和一些房地產商往來, 這些房地產商曾幫他找了很多女星作陪, 其中不乏港牌大咖女星 郭文貴爆料, 王岐山當年錄製很多性愛影片, 自己曾看過一部分的影片, 大概有18片光碟這麼多 郭文貴說, 范丁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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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 將內容都刪除,但是在網路上仍引起不少討論,也引起P77鄉民們關注